帝君的转世,宋玄仁和叶青蹄在战场杀敌 凤九找到宋玄仁后,变身战士,帮助他杀敌 宋玄仁被敌人围攻时,凤九使出法力,救了宋玄仁 自己却被法力反噬 当宋玄仁再次被敌人围攻时 凤九出现在他的面前,为他打退了敌人 宋玄仁注意到了凤九,凤九告诉宋玄仁自己叫小九 凤九杀敌,筋疲力竭,处境危险 宋玄仁出手救了凤九 凤九受了重伤,偷偷离开了战场 回到军营后,宋玄仁向叶青蹄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 并和叶青蹄成了兄弟 宋玄仁叫叶青蹄查询小九的信息,却没有收获 此时大皇子知道宋玄仁没有死的消息,很生气 宋玄仁回攻后,王军赞赏他的功绩,带他去地宫看灵壁石 这块灵壁石正是帝君丢失的所回遇 宋玄仁接近灵壁石,灵壁石便散发光芒 天空也出现异象 聂初盈看到天空的异象,确定索魂语正在此国内 便找到姬衡,让姬衡帮他得到灵壁石 姬衡把聂初盈当作救命恩人,答应了聂初盈的要求 王军危在丹西,临终前交代遗愿 并让大皇子辅佐太子宋玄仁 王军驾崩,宋玄仁登基 聂初盈来到崇安国,和崇安国的王军提议 用和亲获取灵壁石,并推荐化名为楚婉的姬衡去和亲 没想到崇安国的王军看上了姬衡,将聂初盈押入天牢 聂初盈使用法术,让崇安国的王军顺从他们的计划 认楚婉为义女,封聂初盈为国师 宋玄仁得知崇安国要来和亲的消息,问大臣的意见 聂青提不建议和亲,大皇子则同意和亲 两人互不相让,最终宋玄仁同意和亲 聂初盈为了让楚婉更加信任自己 将灵象的容貌幻化成敏苏的样子,带到楚婉的面前 楚婉有一些熟悉的感觉,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宋玄仁依然没有放弃寻找小九 在国内各处贴上小九的画像,下令务必要找到她 宋玄仁会找到凤九吗?楚婉的到来又会引发什么故事呢? 与之后事如何?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三生三世诊上书,速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